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索爾 今天台服上線的祕境探險這個新活動 這是一個採用新機制的活動 是第一次出現的活動類型 因為這個機制是第一次出現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該怎麼玩 今天就來介紹一下這個活動 並來當個精算師 來算如何用最少提議來完成這個活動 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謝謝 首先來介紹一下活動的機制 這個活動一共有五種不同難度 每種難度要消耗體力跟獲得的獎勵都不同 基本上難度越高,每輪需要體力就越多 得到獎勵也越多 獎勵分成兩種 一種是普通的通關獎勵 另一種是高爾獎勵 高爾獎勵活動開始的時候會給兩次 只有每個星期天24點後會恢復一次 但這個活動只有14天,只會遇到兩個星期日 所以到活動結束之前會有四次高爾獎勵可以拿 舉個例子 若有高爾獎勵的情況下 通關難度五一輪 就可以花120體拿2400探險幣 若是沒有高爾獎勵的狀況下 則是拿1200探險幣 接下來介紹一下關卡機制 關卡安排是屬於肉割機制 是隨機的 每輪需要打五個關卡 每個關卡就像征服塔一樣有戰場環境 但關卡並不是固定的 每輪進來的關卡會長得不一樣 就像我上一輪進來第一關是這樣 但這一輪就換成這樣 戰環境跟地圖配置都會改變 前三關結束後會有祝福三選一 如同畫面上所示,是對我方有利的 但第四關結束時,則是選擇詛咒 這個是對敵方有利,所以這部分要小心 不要當作是將自己選強的,結果變成搞自己 在第五關結束後,本輪就算完成 就會出現如畫面中的選項 若還有高爾的情況下 就可以選擇花費高爾次數拿額外獎勵 若沒高爾的情況下就只能拿到通關積分 可能有些觀眾會想知道打一輪要花多少時間 關卡打一輪穩關的時間並不長 我今天直播時打了難度1跟難度5 一開始先打難度1,一邊摸手規則一邊打 10多分鐘就打完了 了解流程後,難度1應該不用10分鐘就能打完一輪 第二輪則是一邊跟觀眾聊天,一邊慢慢打難度 也是花不到20分就完成一輪 活動的時間壓力應該不會很大 儲備全部壓在最後天打 不然應該還是可以很悠哉的完成這次的活動 接下來來談這次要說的重點 因為這個活動需要花費不少體力 要怎麼打才能用最少體力完成這個活動呢? 這邊先解釋一下完成的定義 這邊指的完成活動是把任務列表全部解完 而不是把道具換完 因為這次活動可以無限換道具 所以是換不完的 其實是要把有數量的部分換光 也因為這次一堆可以換994的道具 要換光也是要花超多體力 所以換光也不在考慮之內 緊急是要完成所有任務怎麼打最神體力跟實踐 這次的活動任務分兩種 通光次數與累積或許探險幣 但因為這兩種可以一起解 所以就考慮最後一項任務 這個或許14萬探險幣即可 要達成這個條件 最神體力的方式就是打8輪的難度 但要注意的是 因為一開始只會有兩個高爾 所以先打6輪難度 之後等兩星期後再把最後兩次補習 這樣就會拿到8加4的1萬2探險幣 死花九雅樂體就會拿到14萬4千探險幣 就可以完成所有任務了 這個方式花的體力跟打輪次都最少 就是要記得要等高爾恢復的再打最後兩次 但缺點是若練度不太夠 會比較吃力一點 若真的練度不太夠 就建議退了球提示 打難度4也可以 打10輪也可以超過14萬探險幣 單位少一個完成一次難度沒解到就是了 但若真的打不過也就別勉強了 那14萬4千探險幣可以換啥呢? 新手當然是缺啥換啥 老手不能可以換蜜圓、裝具箱、武器箱 跟大概80個左右天賦材料 若還有多的體 建議可以把天賦材料都換光 這次活動有15加99個天賦材料可以換 對於點天賦來說可是大進步 天賦材料目前來說最難拿 建議老手先換天賦材料後再考慮其他材料 最後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活動蠻花體的 若想要多換一些材料 信有的體力品不要亂花 並建議生涯經驗車的體力品先不要領 因為這個體力品是有時間限制的 等到缺體力時才領出來用會比較好 不然你需要體力時提品卻過血那就很尷尬了 密切太險就就到這 若本事影片對您有幫助 希望能不能按讚、分享並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並按下訂閱牌的鈴鐺開始全部通知 之後新影片或實況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了 如果影片中有任何疑惑 歡迎跟朋友留言發問 我會盡力解答各個問題 也歡迎跟朋友交流賴社群 或者是FB粉絲團 喜歡網址我會放在數位欄中 頻道盡力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觀看室多遇到廣告 至少觀看室沒有廣告 別挑廣告 可以去上個廁所 倒個水 甚至哪兒等 花費您短短的時間 可以幫助本頻道的順序進行下去 十分的感激 並歡迎跟朋友來我的時光聊聊 每天晚上開播 等您來 下個影片見 掰掰